恐怖主义活动一直是困扰着欧洲的安宁与和平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在19世纪末期以来 国际社会一共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浪潮 无政府主义、反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战争和宗教极端主义 在这四次浪潮当中 欧洲都一直处于风暴的漩涡中心 甚至是发源地 而从20世纪末期以来 以宗教和文化冲突为主要导火索 以暗杀特定人物 自杀式炸弹袭击 针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全世界泛滥 以911恐怖袭击 和以IS崛起为新旧恐怖主义活动高潮标志的重大事件 都对欧洲的安全形势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时至今日 由于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 恐怖主义的幽灵一直盘旋在欧洲的上空 隐魂不散 成为欧洲人心中会之不去的梦魇 仅仅在今年的下半年 就连续发生了在法国巴黎的教师斩首案 和奥地利维亚纳的枪击案 两起重大恐怖袭击事件 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那么为什么成平已久的附属欧洲 恐怖主义活动越来越猖獗 难民问题的背后 欧洲与中东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关系全面恶化以后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就是本次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当地时间11月18日 法国总统向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提出要求 15天内提交一份共和国家之宪章 明确法国的伊斯兰教是一种非政治性的宗教 且不受外国干涉 他还警告 若有人不先述上述文件 就会引发后果 马克龙之所以提出如此强硬的要求 和最近一段时间 在首都巴黎发生的历史教师塞妙尔帕蒂被宗教极端势力斩首 引发全球震惊有关 发生这一幕惨剧之后 这位教师被以国葬的规格后葬 同时让马克龙有了冲突的理由 向国内的宗教极端势力宣战 在发表措辞强硬的宣战声明之后 因为某个不恰当的描述 引发了土耳其马来西亚等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反弹 2015年1月 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 总部遭袭恐怖袭击 导致12人死亡 同年11月 发生在巴黎的一系列恐怖袭击 造成逾130人死亡 而过了5年之后 这位被斩首的历史教师 以此为案例探讨言论自由的话题 被认为冒犯了伊斯兰教的精神领袖先知穆罕默德 引发了国内部分穆斯林的不满 最后惨死在街头 所以深感国内宗教极端势力 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马克龙 才如此强势 也希望借此扭转政治颓势 拉回自己跌入谷底的支持率 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无可厚非 谴责恐怖主义恶行 民心所向 可就在马克龙准备撸起袖子 大干一番的时候 身为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 先跳出来指着他的大鼻子开骂了 原因无他 还是因为马克龙的白左政治正确和西方价值观 冒犯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马克龙的部分批评伊斯兰教的言论 和即将颁布的措施 被他们视为迫害穆斯林信众 违背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以及对土耳其的政治报复 所以就在马克龙的言论发表不久 很多穆斯林国家发起了声势浩大的 抵制法国祸的运动 抗议这位西方大国的领导人对自己的冒犯 而土耳其与法国的关系也降至冰点 就差断交这一步了 事情闹成这样 法国总统马克龙依旧我行我素 原因无他 如果法国的统治阶层在对此熟视无睹 也许很快 法兰西共和国就会变成法兰西斯坦共和国了 而整个欧洲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欧洲住国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自由呗 因为自由平等不爱的欧洲人自带圣母光环 希望代表上帝去用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感化那些迷途的羔羊 1798年大革命高潮之后的法兰西 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 被写进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意见的发表只要不扰乱其意见 甚至信教的意见 任何人都不得以各种残酷行为遭受干涉 于是 慎行自由主义的欧洲 哪有民意和政治基础 去管别人的宗教信仰自由 作为最正确的政治正确之一 当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碰撞在一起 向来喜欢或信仪的欧洲白左政客们 只会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政治正确 然后对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视而不见 用政治正确的高压线 去掩盖这一问题的蔓延和恶化 作为一种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意识形态 欧洲白左们的政治正确背后的经济动因 是为了吸引中下层的劳动力 去推动工业化 以压榨和压迫底层外来移民为代价 换取少城白左的优渥物质生活 没错 政客和主流媒体们大谈政治正确 学校里面也教育学生 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那一套价值观 可在现实社会里面 有谁会去改变那些外来移民的生存现状 又有谁真正以平等的眼光 去对待外来移民的母国文化 当政治宣传的口号与生存现状 存在巨大落差 并且还看不到改变的可能性之时 处于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外来移民 会对这样的价值观和国家产生认同感吗 而这种表里不一的社会氛围和阶级矛盾 极端宗教思潮 搅合在一起 恐怖主义也就有了生存和发展壮大的土壤了 而偏偏这群政客们 为了短期的政治私利 都在故意回避 甚至利用这样的矛盾 去计划社会对立 无形之中又助长了恐怖主义的泛滥 当年圣母亲泛滥的德国总理默克尔 做梦也没想到 为了弥补国内劳动力短缺 而以人道主义知名引进的中东难民 却成为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爆发的导火索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 原本白人群体里面的中下阶层 也受到了外来移民和难民的冲击 意外助长了极右翼政治势力的抬头 因为白左政客们极力推行政治正确 在反作用力的影响下 具有严重排外倾向的极左翼政治势力 趁势利用社会矛盾和被白左们忽视的民意 走上了政治舞台 整个欧洲开始向右转 这种转变带来的结果 就是极端宗教势力 极右翼政治势力直接对撞 社会矛盾日益激烈 最终受害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前面说到 目前最反对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就是土耳其 土耳其之所以这么跳脚 也和自身的利益有关 自推崇大突厥斯坦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爱尔多安上台以来 土耳其宗教管理局的财政拨款 就从2003年的7.7亿拨款 一直增加到现在的77亿 涨了这么多的经费 都被拿来干什么了呢 除了一部分用于国内建设以外 土耳其宗教管理局都拿这些钱 去国外修建清真寺了 是的没错 土耳其宗教管理局 在没有任何外来阻力的情况下 把清真寺修到了国外 首当其中的就是欧洲 仅仅在德国 土耳其就资助了900座清真寺的建设 由土耳其宗教事务所控制 宗教的传播成为了土耳其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而土耳其之所以可以这么畅行无阻的重要原因 就是欧洲对其不设防 而他们对土耳其采取的纵容态度 也有自己的小心思 作为一个颇有野心的政治家 最近左右横跳的爱尔多安 除了手握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把大器以外 还想利用大突厥斯坦主义 渗透进中亚和我国的新疆地区 这和欧美想借由所谓的新疆民族问题 来打压中国的目标不谋而合 所以他们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目的就是想利用自己宗教传播自由的假象 来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 与这相对应的还是他们的政客 媒体们的集体双重标准综合证 自家的教师被人斩首是恐怖主义 中国的百姓惨死在恐怖分子的屠刀下 就是少数民族反抗汉族的统治所致 自己的总统可以强行命令宗教组织 签署周成条约 中国的有关部门依反打击三股势力 通过职业教育等方式 消除恐怖主义的温床 就是打压少数民族文化 破坏宗教信仰自由 欧洲白左们打谈政治正确 以自身莫名的优越感 站在所谓的道德之高点上 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强加给全世界 自毫不顾及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 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 他们背后的机制 还是想用所谓的普世价值作为遮羞部 利用他国的各种社会矛盾 以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极端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 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 攫取政治利益 以抛弃了戴高乐主义的法国政府为例 自从法国前总统 萨科齐放弃了本国政治独立自主的传统 以重新加入北约为投名状 跟着美国一步一驱 一步步把自己推进了恐怖主义泛滥的泥闹当中 除了法国经常跳出来怒刷存在感的德国 英国 瑞典 挪威 加拿大 等西方自由世界的成员们 哪一个不曾以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名义 公开支持他国境内的恐怖主义 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 除了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标准 欧洲的白左政客们在国内也推行双重标准 简直是人类迷惑行为的一位经典案例 比如在国内 你可以批评政府 举着总统鼻子骂 但就是不能歧视黑人穆斯林 也不能捍卫自己原本的基督教或天主教价值观 因为很可能会被指控为种族歧视 大家唯一可以欺负的就是华人 因为在他们眼里黑人和穆斯林还算是弱势群体 可以毫无负罪感的享受高福利政策 但是华人是来抢生意抢工作的 是黄货不是弱势群体 反华是跨越宗教和种族的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后 这种倾向更为严重 这样的结果就把一些人推向了极右翼政治势力 欧洲白左政客们最后都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在这样的国际知名双标的氛围当中 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众 当然不会认同欧洲的主流价值 甚至不认同自己生活的国度 是自己的祖国 应该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这样已经被政治正确所扭曲了的宗教信仰自由 其实就是一把政治双人剑 结果局势演变到今天 被自动了的法国人终于开始下决心 要产出恐怖主义的温床了 而已经尝到甜头的土耳其 哪会就此善罢甘休 于是本来就积压了一系列矛盾和怨气的两国 才在此问题上开始公开对抢 然而等吃瓜群众在一旁看热闹 归根结底 就是他们自己因为私利而执行的双重标准 因为前后矛盾的论述 而纵容了本国的极端势力的滋账 才形成了今天这样难堪的局面